2024年的7月16号,17号,18号,19号,19号,昨天,今年20号 我连来待去一共4天,到威海度假 享受漫海听风,那海上所有的玩意儿 我反正人家姑娘领着我全玩了一遍 博海玩,好吃的,海鲜,我尝了一遍 我自个儿觉得这挺滋润的,这待遇堪比美国总统 我前段时间太忙了,忙得有点小体格招架不了 焦头烂额的忙,陈毅老师说,曾经有诗说 我以一嫌对百忙,就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索性我什么都不干了,一嫌对百忙,闭着眼睛 沙滩上我把自己埋进去,只露出一个头来 我笑自己呢,身体被沙子全埋了,这不就是土埋半截了吗 土埋半截了感觉很好,沙子是热的,湿热的 海鸥在天上飞翔,周围男男女女啊,花花绿绿 有一种说法叫多巴胺式的享受,多巴胺式的浪漫 我土埋沙满半截的时候,我在沙滩上就是这种感觉 威海真是个好地方 看见人照片没有,这姑娘姓于,叫于叔,特殊的叔 这姑娘是威海的企业家,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二十七八岁 已经是威海的商圈里边的老练的运动员了 她爸当然是叫老鱼了,老鱼是我的朋友 我们都是渤海湾啊,鱼姓本家 钢钩鱼,这闺女十三岁就当提篮小麦 这闺女特奇怪,特别聪明,但败学习,学什么都会 但是呢,考试没兴趣,她有无师自通的经商天赋 性格爽朗,敢于冒险,特别敬业,做啥啥行 做买卖,大家都说不赚钱,开始要交本钱嘛 最有钱的人家都是先让拿一个一个亿两个亿练练手 是吧,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啥的 人家这姑娘就开始就赚钱,就一路赚钱 哎呀,我佩服她做啥啥行啊 现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原来她不是做房地产吗 房地产那个时候做的风生水起 房地产现在行事不行了 人家呢,盘活存粮,接着卖 卖别墅,卖公寓,卖什么什么房子,卖海边的住宅 现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人家转行 画了个赛道叫做文旅啊,引领时尚 威海有名的火炬八街延长县,虞书 这闺女也他们家,两个店是他们家的 我说两个店,你千万别以为两个商店啊 在那海滩上两个店啊 他那随便一个店就相当于北京三里团酒吧街那么一片 好大一片 那边是大海,这边是长长的特细沙滚滚的那沙滩 然后后边呢,是各种各样的建筑 两段 一段呢是粉色系列,一段呢是绿色系列 你看这照片,灯红酒绿啊 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网红打卡地 漫海听风,绿色系列 粉色系列是叫啥名字我忘了 反正都是年轻人超级喜欢的网红打卡店 这两家店在海上那么大的面积啊,沙滩那么大的面积 提供海上娱乐,沙滩休闲,餐饮服务,全方位的 你就说你有什么需求吧 你在沙滩上想坐着,想躺着,想玩平滑艇 你想做游戏,你想带着还是兜风 你想钓鱼,你想坐快艇,你还是想坐无人机 你有什么想法,您直说 我特别好奇的问这个渔书啊 我说这地方靠近山东大学,渔海分校,这么好的沙滩资源,这么火的地段,你怎么能拿起来呢 他说告诉我,他说大爷,这个地方原来不火,我拿到手里之后,才把这地方弄火的 天呐 你说这丫头这不就本事吗,这个地方呢,人家那边火,火炬八街火,这边不火 是吧,不火,人家接了之后,把这地方弄火,真厉害 我说你这叫女名且家,应该全国复联开代表大会,他说就等着你了 我从山东回到北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回到北京怎么那么热,在山东,哎呀,太舒服了,难怪山东危害 我们皇家也一样,龙口适合度假,烟台,也凉快的不行不行 回到北京,像掉进蒸笼一样 哎呀,想来想去,真是,如果不是因为忙,手头事多 真是应该在山东,在危害,多待些日子 我还去了文灯,我还去了荣城 当地人都永城,就泥平的老家,他们那个地方,他老的家 山东凉爽的让人难忘啊,漫海停风让人难忘啊 回来之后呢,我参加一个饭局 昨天晚上参加饭局嘛,说是饭局其实是开会 大会完了开小会,无数大大小小的会 对北京人来说,解读大会的本事 那叫八仙过海,各仙其能 每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见解 昨天我去吃饭的地方比较隐蔽 我第一次去,我从建国门地铁出来西北口 骑小黄车,骑不着,骑青菊车,骑不着 嘿,没办法,好几千米就走着走 哇,那大汉捋着脸往下躺啊 路上见到什么,我就随手拍几张 熟悉东城的人,你看看我走得多远 走了多远的距离 这都走到金宝街了 我一进去,平时谈到一大帮,老朋友,新朋友 然后思马南,你回来了 这两天没见你解读三重全会 我说,这刚回来嘛 他就说,你就一句话 解读三重全会 你最想听,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我说最想说的是 我想尽快看到三重全会确定的三百多项 具体的改革措施 什么时候出台 那具体了吧 对吧 内容大家都说的很多了 现在我想看到三百多项具体改革内容 什么时候出台 还有这次强调公平正义啊 增加人民福祉啊 这个文本相当丰厚,相当完满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 老百姓看了之后应该感到很踏实 三重全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说到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问题 是吧,怎么建设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关于市场的问题 这次谈的特别具体 必须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 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两条 一,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 和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就要市场而言 这次三重全会讲了六个字 既要放得活 又要呢 hold得住 hold得住就管得住 是吧,这六个字 这以前这个提报我没听到过 就是说 要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 不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弥补市场失灵 才能够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你才动起一方社会内生动力 创新活力 关于所有制问题 三重全会讲的很明白 毫不动摇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然后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依法同等受到保护 结论是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 优势互不共同发展 还有全国统一大市场 我爱上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也讲了很多 我刚一回来祖国杂志的主编杨成就带着一大堆问题来找我 希望跟我做一个关于三中全会公报学习的这么一个对话式的解读 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做了好多期节目 今天放第一期啊 明天放二期三期 接下来这几天会连续放 大家可能会发现了 在自媒体的节目当中 我大概是系列比较多的 比如三中全会之前 毛毛雨系列做了二十期 然后呢 在三中全会过程当中 我在珠三角拜佛系列节目 又做了十几期二十期 之所以做系列节目 就是因为有些事情比较复杂 有些事情不是三言两意里面举一个个案来说明个问题 根据列宁的说法 你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 随便找一个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 没有比这更儿戏的东西了 所以事情是比较复杂的 我是希望能够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能够发现那些特别有活力的企业 他们是怎么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 同样大背景大环境之下 他们是怎么样跳跃式发展 怎么样顽强的生存下来的 他们浑身练出什么样的独特的本事 熊市牛市都赚钱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毕竟视频 北京市东城区区民事宝谈 再见